國民大會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民大會 我是余美人 這個經濟不景氣 豪宅法拍風氣又開始來了 那麼自從吳志剛的房子被法拍之後 最近豪宅法拍被大家非常的關注 介紹一下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鄭鴻怡的小學同學 他要我特別強調是法拍網的總經理 藍茂山先生 你好 主持人及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一件洋裝穿10年的盧雁莉小姐 哈囉 大家好 但是美麗依舊 還有一位是不動產氣炎市主任 現在沒什麼行情了 所以就出來上通告 徐嘉欣小姐 是 美麗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還有一位 買法拍真的致富養老都沒有問題了 蔣莉莉 大家好 好 還有一位是週刊房產的主筆 尼梓仁先生 你好 大家好 大家賺錢 好啦 怎麼樣發財就看今天了 先看一下我們的新聞畫面 在平經濟 他方方正正的 他這邊只是他原本的裝網 看民眾參觀房子 一邊看一邊介紹 但推銷的人不是房仲業者 而是行政執行署人員 我們現在是第一拍已經公告了 那每次的間駕駛 不是現場喊假 因為這間公寓是法拍屋 屋主欠稅又有其他債務 還不出錢同意拍賣房子 台南行政執行署打破 法拍屋不能看屋況的限制 首次開放待看 之前法拍的話 他不能看裡面嘛 所以就是說 也不曉得格局長得怎樣 這樣可以看格局 就更...就是風險比較更險 過去法拍屋只會公告地址 住記裡面還有沒有住人 投標者不知道屋子的格局 內部有沒有被破壞 台南執行署待看房子 可以了解屋況 有官方背書增加了公信力 是會讓民眾看到房屋的內況 他會覺得比較安心 他進來之後他自己評估說 他應該要投多少的價錢 房價部分同樣20多坪 屋齡30多年的公寓 去年實價登錄要290萬元 法拍第一次拍賣底價 227萬相對便宜 台南執行署首次開放待看法拍屋 消除購屋者的疑慮 增加投標的意願 前提是要開放沒人住的空屋 或是經過屋主同意 才有待看服務 好 那麼這一波法拍重啟 這個話題就是來自於這棟 對不對 這是吳志剛的住家遭法拍 那麼你看這個坪數跟年份 好像不怎麼樣 坪數不大對不對 然後年份很久 可是你要知道 這45就45 這45年前的房子 其實都還滿實平的對不對 他公設非常的少 重點是這個地段太好了 告訴我們燕麗 先問一下佳馨好了 這個地段什麼地段 其實就是大家也知道永康街嘛 捷運東門站 然後其實這個商圈來說的話 你如果說是學區的話 應該就是精華國中 新生國小的學區 非常好 現在那邊一坪大概多少錢 現在如果市場上面 如果說是這種舊的的話 大概也要將近一百多萬左右 就是說如果開價的話 如果新的話大概都150萬以上 這個法拍是多少錢 一坪 89萬 對不對 那葉莉為什麼這房子會被法拍 這個簡單來說 吳志剛就是現在的台北市議員 也就是吳伯雄的兒子嘛 那因為他跟朋友一起投資 所謂的一個電信事業 那麼就是當了一個連帶保證人 那因為經營不善 所以他的欠債負債是高達10億元 換句話說他名下的資產 包括他的房子 還有這個中立的房子 還有其他的一個股票 因此都要被法拍 那其實這間房子剛有提到 嘉欣有剛剛提到 因為他的點非常好 是在永康街 雖然坪數45坪 屋林有點老 那不過那個時候在法拍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這一間其實後面的行情 還是值得期待 只是說一拍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可以再看看 可以再等等 所以我們看一下一拍的一個 價格是4326萬 但是因此就流標了 因為大家都心存就想說 二拍 三拍再來進場 那二拍的時候 開出來的價格是3463萬 那時候很有意思 新聞座很大 這個時候在確認人 就突然跳出來說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暫緩執行來法拍這件事情 他就要求了 所以後來二拍 債權人就是銀行暫緩了 對 所以這個反而就呈現 一個廢標的一個狀況 結果到了前幾天 三拍它的價格是3850萬 它的底價其實是2700多萬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發現一個重點就是說 反而它的三拍 比它的二拍的價格更往上衝 而且當時有30個人來投標 後來我們就去查了一下 到底是誰出這個價格 把這個房子給飆走了 因為事實上這棟房子 我知他們本人 他老婆都住在那邊 那如果房子被拍走 他們留落哪裡 對不對 好 所以就是記者還有媒體 我們就去做了一個追查 就發現說 有一位理性的企業家 把這個房子飆走了 結果這個理性企業家 跟伯公關係非常非常的要好 那大家就問他說 那是不是伯公在背後出手相救 那當然理性負責人就否認 理性負責人說你們想太多了 只是純粹因為這個點 非常非常的好 我就是一個純粹理財的角度 不過到底實情怎麼樣 我想伯公最清楚 對 不過我想這個地方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我有跟一個律師聊過 吳枝剛的這個事業 他認為非常有價值 因為第二類電信這個是 壟斷事業 壟斷的 OK 那只是因為他可能在這個過程裡面 沒有找到一個好的方向 但是他認為這個是 這個事業是有價值的 OK 所以其實如果經過重整之後 搞不好是有機會的 這個我倒是覺得不用那麼看衰 只是你說是不是朋友的什麼關係 我覺得這也不用講什麼了 這個明眼人也都知道 那不可能我自己買這間房子要怎樣 因為我沒什麼 我沒跟你說好走 你還是可以繼續住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錯 對 對不對 基本上他這件就是說 上一拍是有人標 被判廢標 你鄭鴻宜小學同學 他學弟 小學是哪一家 成功國小 哪一個縣是 嘉義縣 三接埔 也是嘉義縣 OK 好 鄭鴻宜每次都講他小學的時候 全班84個 真的 那時候是真的 他大我們世界的時候是這樣子 嬰兒潮的時候 對啊 那你回到你的專業 因為接見他二拍有人標 那是被判廢標 所以說在第三拍接次 因為總共有三十支標 那三十支標以我們專業的判斷 一支標大概有兩三個人 所以那一天投票是大概一百多個人 大家都不要來標這個 因為像其實現在三十標是算 以現在的市場來講是算很多的 非常的多 因為現在的這種法牌屋 標人比以前少很多 但是便宜還是很多人標 尤其像這一標 我們有認識很多做二十幾年的 投資格那一天也都有來 我們的 為什麼大家那麼看好這一個 因為它真的是降得太低了 降得太低了 就像嘉欣姐講的 他可能一般的行 大概有九十萬 一百萬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太便宜了 所以才吸引三十個人 一般人說這個是衝上標 我們專業來看 衝上拍是沒有什麼 有時候第一拍不點焦 第二拍變成點焦 或者第三拍變點焦 也會衝上拍 長見嘛 對不對 有可能三拍比二拍高的 對 因為尤其那種不點焦 變成點焦的 衝上拍的機會又更大 當然這一件事上次已經有人標 所以說那一個人應該還會來標 基本上來 像我們同海有人標到三千六 三千七 所以他們標三千八百多次 講實在是很漂亮 而且有三十個人 所以基本上來講 是有比市價便宜一點點 但是是還可以 我們來看因為地點真的很好 是 OK 好 問一下景氣好的時候 豪宅是身分代表對不對 景氣不好的時候 豪宅拍出來也多 嘉欣 對 因為其實以景氣不好來說的話 我們這邊有做了一個整理 就是說大概有一些知名的豪宅 嘉欣 你今年還要吹冷氣嗎 我今年就盡量不要吹冷氣 因為景氣已經夠冷了 因為就心寒 心寒 然後景氣冷 所以就盡量不吹冷氣一下 希望政府可以給我們討論一下 燕麗 不然妳我在講什麼 對 我想說今天這麼熱 37度 為什麼不吹冷氣 放心不用 就心寒 因為當然缺去年整年的成交量 才2000多筆 所以你說我們只要冷起來的時候 藍種這邊就熱起來 我們剛才說 我們 那麼快 粒粒太低了 OK 所以其實像剛剛美人姐 你提到這種豪宅的一個部分 上面來說的話 就是說像這個何康世家 是王世君的案子 還沒有標調 因為他底價2.47億 如果我有這個錢 可能就去做其他的選擇了 但是的話就是說 之前有一些知名的 比如說最有名的 比如像地保 地保的話 那個案子就是劉媽媽標調的 然後另外來說的話 像敦南 你現在這個信義地保 是那個地保嗎 不是仁愛地保 不是 不是仁愛地保 這個信義地保的話 因為它的價錢還滿漂亮的 那個時候的一個價格的部分的話 單價算下來大概是180萬左右 可是你在市場上面 大概要接近200萬 所以已經標了 標掉了 也標掉了 對 有人買 2.57億 對 因為其實以這個市場 以這樣子的東西來說的話 對我們仲介市場來說 平常說我們仲介市場 接到豪宅的東西不多 因為有很多的豪宅客戶 他如果說他今天想賣的話 他也許就是說 比如說像今天藍總 可能他住在地保裡面 然後我們也許 可能美人姐看到 你們這個社區還不錯 那要不要問問看有沒有在賣 就是自己人就標掉了 我把它看完好不好 就是這個 妳說的這個是最近的對不對 對 就幾個比較知名的 當然另外來說的話 比如說像是周杰倫 周董 園達藝品院的這個部分 那很快就標掉了 對 那個就很快就標掉了 那個時候的話 他的一個單價的部分是156 但是市價大概180左右 那裡面最扯是這個敦南藝術館 敦南藝術館那個時候 他的一個標出的價格才130 所以其實以市價來說的話 大概都要150以上 那當然對於一些 他又想要豪宅 然後他又覺得說 剛好這個價錢其實也還滿漂亮 而且老實說 就是有時候 有一些豪宅的客戶 他其實出問題 並不是 他不會去做一些 破壞物況的事情 比如像藍總 就知道說有些人 可能什麼敲樑柱 然後水泥倒馬桶這種他不會 所以污礦一般來說的話 都大概還在水準之上 所以這樣子的東西 如果說市場也少 他也買不到 那可能他就是透過 這樣子的一個管道來去做取得 這是過去成交的嗎 最近有什麼嗎 最近其實比較知名的話 我補充一下新北市的豪宅 這半年有標三艦 新都廳 還有上個月那個 巴黎十六區也是標走的 還有縣政府那一棟 那個也是豪宅 都被一對年輕的貴婦 去也還盛東及西 跟我們線上的人也說 他要標這一間 其實不是 就他們標 交不到一百萬 市價大概有四千八 他才標四千二 穿著跟美人姐一樣漂亮 我真的積兩千 最近這三條永樂市場 所以說豪宅是慢慢的 包括鮮滿特區也是這種情況的 真的 有這麼熱了嗎 還沒有 但是慢慢會出來 是 OK 你知道台北信義 一拍就飆脫了對不對 其實就是剛剛美人姐在問 最近有沒有比較就是說 一拍就拍掉 然後比較知名的一個屋間 有 就是這個 台北信義 這間房子它是 它的原屋主 就是社交名媛吳麗麗 因為它當時有一些財務的問題 所以它就落袍 其實它名下有蠻多的豪宅 大概初估有七間 還有一間店面 真的沒有出事之前好有錢 好 那其中一間 就是這一間台北信義 在信義路五端算是這個 滿有名的一個社區 它的一個坪數是142坪 有兩個車位 它的樓層在12樓 本來很多人也是在等 等說是不是要二拍的時候 才出手 結果沒有想到 一拍的時候就已經拍定 它的價格是2億1500萬 所以換轉下來 它這個每一坪的單價是174萬 它到底有沒有買貴 還是買便宜 很有意思 我特別去查了一個 實價登錄的一個價格 它這個價格 其實跟去年8月9月 實價登錄的價格一模一樣 換句話說它今年拍的這個價格 跟去年比較起來 並沒有買特別 其實不容易買貴 也就是說重點是 並沒有特別便宜 但你在跟之前這個社區 這個實價登錄最高價 200萬比較起來 算是便宜了 為什麼這個物件一拍 就會被拍走有兩個原因 我個人的解析是這樣 第一個原因是 現在有錢人都很煩惱 錢不知道擺哪裡去 因為現在低利率時代 銀行現在是拒收大的存款 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300萬以上的現金 銀行拒收 當然我們都沒事的煩惱 對很多有錢人來說 他們就會覺得說 不知道錢到底放哪裡去 不能放銀行 買不動產 似乎是他們最好的一個選擇 資產配置的最好的一個選擇 第二個原因是 因為事實上 2014年7月之後 你取得實用執照的豪宅 你的房屋稅就是增了兩三倍 這個物件它不是適用於 在一個新的一個條例 所以它就沒有這樣的一個豪宅 所以加重的一個煩惱 所以這個物件會讓大家 這麼受矚目的原因在這邊 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怎麼樣 邏輯是倒著來的 你會覺得說 我如果有錢 我放銀行賺利息 不好意思 你還存不到 很多銀行是拒收的 你要打散出去 人家才好收你 所以乾脆放在房子 對不對 然後你想說 有一個我怎麼買新的 新的稅比較過 比較貴 這個比較沒那麼貴 對不對 再來你想說 法拍也稅在法拍 那種房子不要大 不好意思 我今天來一個貴婦就是跟你說 福地福人居 她都住法拍 好爬到真正 賊錢 病過 江苡莉 什麼時候開始 怎麼會去碰法拍屋的 我就是像妳說的 以前人家跟我說 你不能住法拍屋 你會衰 你絕對不要住法拍屋 想說那個一定是衰 才會拍出來 對 後來世界上有這種事 我剛好 我本來那個時候要 去中國 去上海做生意 後來看一看覺得 小孩都在台灣 反正最後覺得 還是我們台灣比較好 就想就留下來 留下來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把房子給賣了 我想慘了 沒地方住 我走在路上 碰到林峰嬌的妹妹 所以有這種事 她房子在等著我 什麼路可以碰到她妹妹 我又把路上碰到她妹妹 她妹妹就跟我講說 你的房子賣了這麼巧 我說你怎麼知道 她說我的朋友 一對醫生朋友去看你的房子 所以我知道你賣房子 我說我先賣房子 那麼快就賣了 我不知道住哪了 她說真的 我剛剛去我姐姐那邊 我姐姐房子是空的 我幫她拿信 鑰匙還在身上 你要不要去看 你說世界上有這種事 她說我從來不帶 我姐姐的鑰匙出門 我今天剛好去拿信 她就在路上碰到我 她就把鑰匙交給我說 我姐姐房子不能隨便租給人家 怕人家賴皮不走 她又是名人 我說我還要再買新的房子 只是暫時我要觀望 我說我覺得房地產還會跌一點 我講這段時間我想買 她說那妳先去住 我跟我姐姐講 妳就去租了林鳳交的房子 那時候一個月租金多少 很便宜 可是我告訴妳 她有跟我講一個 她說我要告訴妳一件事 妳去住 妳不要嚇到 我姐姐房子很多年沒人住 所以裡面很亂 可是很大 還樓中樓 使用很多 因為她有加蓋的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林鳳交怎麼可能 一定是她太客氣了 我說好 我就好高興 拿了鑰匙就去看 我跟你講 我一走進去被她嚇到 那房子真的像鬼屋 結果她就租我很便宜 她說好 那就六萬租妳 因為妳幫我房子打完 我說對 我花了很多錢 我有幫妳裝潢 她就租我六萬塊 多少坪 她使用到八十坪 她權壯是沒有 因為她有加蓋 在四圍路很好的地段 那六萬塊真的是便宜 對 我還不知道 我還住得好爽 想說 撿便宜 沒想到這房子 真的可以被我化妝成這麼漂亮 有一天我出去 我鄰居說 蔣小姐 妳買了那個林小姐的房子 法拍 妳把它買下來了 我說 誰的房子是法拍 就妳住的那間 我說我住那間 是林鳳交的房子 妳確定嗎 她說 是啊 是啊 是法拍 我一挺好火 我想說 我就回去把我老公罵一頓 我說妳知不知道 我們今天住的房子是法拍 她說怎麼可能 我說鄰居都知道 妳不是說住法拍會衰嗎 妳不是住得很高興嗎 我說從現在開始 我要去看法拍屋 人家這麼有錢都買法拍屋 為什麼我不能買 她就一句話都不講 所以那一棟是法拍 然後林鳳交買的 對 她妹妹幫她拍的 聽說 她也都沒在管 妳住得很順對不對 好的很 是嗎 就是住到她那間法拍以後 我才會去買法拍 所以我就賺了很多錢 我就開始很用功的做功課 開始看了 每天看 前幾次都失敗 法拍屋不是妳想的那麼 就是說 妳沒有經驗妳一定不失敗 失敗是什麼 失敗就是妳標不到 因為妳想說 妳標高 妳滑不來 妳標低 那妳就是白跑一趟 而且這中間要 因為妳法拍是一個 妳拍到以後 妳就馬上 要繳錢了 錢要繳清 所以比方說 我打算拍三千萬的房子 我三千萬就要放在那裡睡覺 我如果失敗的話 利息就掉了 利息都沒有 那時候利息沒那麼低 所以妳就變成 動不動要把錢擠起來 好不容易收到了錢 結果一拍失敗 後來我就拍了我這一棟 仁愛錄的房子 仁愛錄 這講出來讓妳們羨慕一下 這房子是大線很少了 它110坪 但它其實有兩個門牌 它是兩間我一起拍下來的 這叫做進可供退可守 什麼叫進可供 就是如果你喜歡大房子 我將來要出手 兩戶賣給妳 我就110坪都賣給妳 如果你不想要 我可以切一半 因為我有兩個門牌 而且我的電梯一打開 只有我這一戶 因為它是雙拼的 所以我兩個都拍下來 我電梯一打開 只有我這一家 我是不是可以 如果景氣不好的時候 人家說不願意買大房子 我就把它切一半 切一半50幾坪 一定很快就買 妳怎麼標到這個的 我做功課做很久 賺錢就 我一聽到賺錢那時候 我的眼睛就很亮了 我就每天看電腦 很辛苦 那個時候電腦不像說 像現在手機這麼方便 每天看電腦很辛苦 這會兒在外面搬磚頭 那個是怎樣 等很久 我這個法拍屋 第一拍的時候很高 因為一次就打八折打八折 那時候我一看到這個時候 這個地段很好 我就好高興 可是第一拍很高 我就沒有 我就當然等 第二拍沒有等很久 四千多萬 我就好想進場 我差一點幾乎就要進場了 然後就到處打聽 我還去賄賂管理員 然後就去問管理員 管理員就說 這邊房子很好賣 這個大概多少錢 我想說那這個價錢四千多萬 可是又覺得有一點貴 然後我就掙扎很久 最後想說算了 還去廟裡拜拜 抽籤說我還可以等 於是我就真的等了 我就想說好吧 這一拍真的賣掉 就是我沒這個緣分 結果沒賣掉 我真的跟重樂透一樣 好高興 等三拍 等三拍 可是對不起 他就一直不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可能有去跟債權銀行談 對 我等了快一年 然後我常常 妳每天醒來就是盯這個對不對 對 我就釘死他 我想說我一定要 然後我有一次還無意間說溜嘴 跟我的朋友 朋友說 你不是在看房子嗎 帶你去看房子 他是一個仲介 我說看到一個房子我想流口水 他說那你為什麼不出家 我說是不是百拍還沒出來 他馬上說哪一間 是不是仁愛路那間 我有客戶要 我一聽 完了 我就說隔一段時間我跟他講說 我買到房子了 我跟他真的就要死陰招 我說 他說你到底要不要 標仁愛路那間 我說沒有 我看到房子 我在談已經快成交了 我不標了 他說你不標 我就帶我客戶去標 我不想跟你好朋友搶標 不會 然後他真的有去標 他標輸我 因為我沒有告訴他我要去標 所以到底是多少錢 他的房子不能告訴人家 不能 不能 而且你知道我去的那一天 你剛才很爽的事情的時候 內爽的事情 你都要跟著別說 內衆也要跟著別說 沒有 我還更離譜的是 人家教我的 說你去到法院 大概他們就會知道說 這一組是拍什麼的 他們投資客很厲害 都會看人 他們就說你不要出去 你不要去 我躲在法院旁邊 我寫標然後支票就要兩層 派一個人去 對 派一個人去 所以人家沒有看到我 所以那一標就是還好 因為看的人就是有點阿里不搭的 我跟你講唱標說蔣莉莉 好爽 大家這樣 現場說 後來找 說錯了 早知道他有來要出多一點 所以你後來是 後來你是三千多少萬標到的 我是三千六百多萬 他底標是三千四百萬 我只有加兩百多萬 這個嗎 110坪 三千七百萬 將近七百萬 三千六百多萬 1.1億 而且是不久前那種產生交 我們樓上 其實 各位 你其實養個孩子出國也要三千萬 知道要養什麼了 OK 所以這個是你原來的 以小換大對不對 對 嚴格說 你看我從七百萬變到一億多 開始 我真的以前 我也是勤儉持家的 我住七百萬的房子 七百萬的時候賣到兩千三 然後兩千三去買三千的 然後賣到四千 然後四千 再去買三千七的 然後就變成1.1億 對 七百萬最多加了幾百萬中間 等於說我本錢只有一千多萬 換到1.1億 真是不好意思 感覺好像要開始摩拳擦掌對不對 OK 廣告之後我們立刻回來 聽完蔣莉莉的故事 真的是有土司有財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是不喜歡 因為法拍他們都是中古了 對不對 如果你是不喜歡住中古屋 你喜歡住新屋 又想便宜 我告訴你 你機會來了 現在景氣差到 新屋就法拍了 OK 不信我們問一下福先生 你嫌人是不是這樣子 剛才其實蔣小姐你看 他都在大岸區玩 前面講的法拍的物件 不是大岸區就信義區 永康去大岸區 蛋黃中的蛋黃 不用講 那一定有人出手對不對 景氣不好回訪到台北市 你在內湖南港那些 我跟妳講 文山區都寫下來 唯一抗疊就是大岸 信義計畫區 就這樣 所以蔣小姐你看 永康街 東華南路 兩岸路 你不用講了 大岸區的蛋黃區 所以一出手 馬上就有人會接手 剛剛講的 不管是周杰倫的 或是那個對不對 信義 沒的那個 他在信義計畫區 一個在博愛這個區 一丟出來馬上就有 所以妳的意思 我們住中山區就不是人 但是我跟蘭茂山曾經同事 我們曾經同事過 我跟你講 他是大空頭 因為景氣最差的時候 才有法派物 對不對 他的物件多 我記得民國 他就燒就對了 他是最空的 最空的 因為大家被查封的時候 他物件多了 他才能賺錢 但是他現在賺得不 因為大家還沒有被查封 因為莉莉的地 他剛才講 我跟你講 當初我覺得民國80出頭年的時候 民國80出頭 那個法派全省的法派物件 一年幾百億 法派物件一年幾百億的成交量 對不對 那是逆向指標 但是我覺得 我八字不夠硬 所以法派物包括這個凶宅 我不敢碰 包括燕利 包括家庭 我想也比較少碰這種 因為他很特殊的 法派這種 所以說蘭先生八字夠硬就對了 對 所以他能 民國80年現在還做到現在 法派物還能做到現在 但很多法派公司也掛掉 他還能撐下來 這厲害 剛才 柯斯還是你以前的股東 沒有 他曾經有找我們配合過 你法派裡面的媒媒格很複雜 就這樣 剛才講小姐講 裡面的格局 你被查封 你看不到裡面的格局 對不對 現在的整個房地產生態 新屋 就是說預售屋 新城屋 包括中古屋 法派物 刺激 最差的時候 就是法派物增加的時候 現在市場 房地產現在是沒有成交量 我想329什麼520檔 不要看推案量 推案量不重要 現在要有成交量對不對 所以中古市場也知道 房仲要有成交量 那建商這一波口袋賺多了 對不對 去年 但是我最近彙整的一個數據 這個禮拜也發佈 70幾家的上市上櫃建商 上市上櫃 夠夠 今年Q1 第一季的稅後盈餘 有20幾家是賠錢 這個是這一波 多頭以來從來沒有的 那我們再看 某家上市公司的房仲 那個更是指標 今年第一季賠了6000多萬 那家穿綠色制服嗎 不是穿綠色的 就是說上市公司的房仲 只有一家 那個就是指標 因為做賺賺服務費 所以成交量自息 但是我接觸的一線建商的董咒就說 那不好就 反正價格還是要撐住 因為這一波 我就是不小心賺了幾百幾千億而已 我還撐不住 我還要撐 不是 現在我的意思是說 很多人當 比如說三四年前買的預售屋 他現在繳不出來了 這個怎麼辦 這要拿出來法拍嗎 現在建商應該不多 就像蔣小姐的 因為建商還不到法拍的機會 所以如果訂的人退 那就建商自己吸收 好 今天有講人愛路四段 人愛路二段有 之前有一個叫做某案子豪宅 還退縮 當初也是法拍 那個只要有被法拍一丟出來 一定賣掉 所以現在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是有 其實有一些法拍 因為他的建商 比如說像現在市場 因為市場好 所以有些人比如說 我可能醫生 然後加上建築師 覺得錢還不錯 湊個幾億元 然後我就買一塊地 弄一塊地之後就蓋 那因為蓋的時候 也許他可能沒有料想到 市場很快就下來了 所以其實這種狀況來說的話 新城屋的部分 剛才主持人講的 新城屋的部分 建商才有新城 整棟的 我跟你講 目前還沒有 就像重劃區 點名淡海 或是高鐵 這個所謂的高鐵重劃區 桃園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建商口袋散 但是慢慢就會出來 因為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三四年前 預售屋現在要交屋 交屋就要付錢 所以那是各付 各體部會有 他那種如果說他是買方的話 他萬一比如說市價跌超過15% 他可能他就退給建商 因為合約上面 對 你建商要違約 違約金 違約頂多15% 所以如果說房價跌到兩成以上 他可能他就反正我賠建商15% 我就丟過去就算 建商吃那麼多下來 就吐了 吃多了 我不要講哪個路帶 就是號稱西門町的某個路帶 有686戶的套房 最近要交屋 我跟妳講 頭很大 因為房價已經跌三成了 當初70萬 房仲店長如果說 現在成交50萬 賣賣看 當初是搶 我跟你講 一個禮拜可令 現在交 就是說當初買70萬 現在50萬 仲介說賣賣看 因為全部是投資客 有兩三百戶全部丟出來 你怎麼賣 你今天連租都沒有人租 所以投資還是不會去買 所以因為物件太多 所以剛才嘉賓講 我就丟還給建商15% 我斷頭 因為你丟到市場 已經賠三成 我乾脆丟給建商 建商頭痛的是這個 那些重化區也是會出現這個問題 建商會不會便宜賣 便宜賣也沒有用 因為丟給建商 就沒有成交 你要先到中古去 對不對 房仲說就賣賣看50萬 但是一瓶賠20萬 你一間套房 對不對 建商要賠20 建商等於是建商50萬 建商也不一定賣得掉 因為房仲就賣不掉 建商也一樣賣不掉 因為就是沒人買 對 比如說像建商賣預售的時候 他可能前面已經賣了幾戶了 結果這些人都高叫 他可能他也就順利交屋了 他後面如果便宜賣 他沒辦法跟前面的客戶交代 所以其實有一些建商的話 他現在不好 沒有辦法降價的原因在這裡 就是他前面的那個價錢已經打死 所以我們牙科生意會好 很多人在咬牙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對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然如果說財務狀況好的 比如說有一些上市規見商 就像剛剛你大哥講的 他就撐得住 反正撐到景氣好為止 如果說狀況不好的 當然就是像有一些個案 他也許 就像是我們這樣手板裡面有一些 比如說他可能他就得要法拍了 比如說像這邊我們有三個案子 這是建案 這是建案 新的 對 這是沒有人住過的案子 你就可以看到 比如說像這個什麼 人愛的九二刑管 他其實是在中正區 對 然後你說像這個 陳世美學 陳昕美學這個案子 他其實是在中山區 蘇上景正案子 是在台中的北屯 這三個案子 其實以建商來說的話 大概不拖 就是會搞到法拍 要不就是他可能真的賣不掉 然後他的貸款壓力很大 所以他不要繳貸款 銀行查封他這一種 另外有一種的話就是說 他可能他是欠下游小包商錢 小包商的話他就是說 你要求要執行 所以其實在這種狀況上面來說 他這個是一戶一戶拍還是整棟 有一些是一戶一戶拍 當然有一些個案 他是整棟在拍的 這多少 這多少可以去表 這個我們會建議你看一下市價 因為其實我們現階段 有時候看一下市價 那個法拍 藍總就知道 就是有一些法 譬如說他仁愛九二會館 他前兩天留標了 一樓的 還是貴 所以還是要看市價 還是可以等二拍以下 等二拍之後再看看 對 他那個前兩天又留標了 另外一個那個 台中的那個是側 側掉了 他不拍了 另外一個是拍 土地只有拍一半 那個一般我們不會去拍 另外一半應該可能是地主或者是 也是跟他們建商有關係 你買了他會優購 他會優購 他可以行使優購權 其實蔣麗麗 我也有去試試看法拍 很多年前 就看到一家 然後也是在仁愛圓環附近的 然後我想說這一定要去看看他長怎樣 可是我們不得奇門而入 因為我們不是那個大樓 我們看不到 我就在那邊守 在那邊等 終於有一個人下班下來 因為他裡面可能還有那種工作室 有一個女的下班下來 然後我那天就打扮得非常清楚的 就是余美人的樣子 然後呢 看看可不可以有一點好處 然後就跟他感覺 我就在門口這樣看 他下來我就說 嗨 他說余美人嗎 我說對啊 我說我方便上去看一個地方嗎 看六樓一下這樣子 然後他說可以啊 我幫你開門 開了那個大樓的門這樣子 然後跟他拜拜 我說我下來我自己關門這樣 我就上去看了 滿懷希望我一定可以看到 對不對 因為不能看的話很緊張 大部分都不能看 對 我至少進去看一下 我還先去他的工作室看 我忘記了 我說我可不可以去你的工作室看一下 我就知道裡面的大小 大概採光或者怎麼樣 因為都是同一層的 很難得 非常好 我覺得太好了 因為一三樓 我要看是六樓 OK 這樣是不是透明了 OK 我下去 然後到了六樓之後 我就自然而退了 因為六樓的門口 就掛了一個牌子 竹聯企業有限公司 他直接掛竹聯企業有限公司 我就知道什麼意思了 我就 沒有啦 我就默默的離開 我連鼻子都沒有摸 因為摸鼻子也是有用 OK 我就默默的離開了 所以人家已經點名 做結合了 所以這個我們就碰不得了 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經驗 我也曾經去看過一個 那我更厲害 為了賺錢 不入虎穴淹得虎子 不過還是沒得到虎子 在義仙路 國父紀念館旁邊 剛好他那個是我朋友家 正對面打拍 我就看那個地址 這不是我朋友家嗎 我就跟他說 你們家 而且還寫不點膠 我朋友就住在對面 他說裡面住的是流氓 他說你還要拍 我說我好想 我說他不點膠 人家教我說不點膠 你就可以跟他談 因為不會有人標 他第一標就沒有人標 第二標他已經第四標了 就是四拍沒有就留標了 就不會再拍了 後來我就跟我朋友說 我好想標 你幫我 他說流氓也是人 我也看過一個女的 他看過他說 那個人裡頭帶一個小孩 他說看起來也不像流氓 還有小孩 他說這樣我陪你去按電鈴 就說我是對面的鄰居 然後跟他做個朋友 我說好耶 你陪我 我們就真的去按電鈴 然後真的你也看不出來 還有什麼 就一個太太出來開門 然後真的有一個小孩 我們就跟他講說 聽說這個房子反拍了 我很想標 我就跟他講 那你願不願意讓我標 我標到以後 你看你要拿多少 要跟他談 那你願意搬家 就講了很久 他就說好 我要問我先生 我先生不在 我們就說 我們住是對面鄰居 他看我們是鄰居 還算客氣 我們說我們規見再來 他要多少 結果他說 他跟他先商量 他就說500萬 好高興500萬 馬上就答應 500萬搬家費 對 他很便宜 非常便宜 沒有人敢標 他說500萬搬家 對不起 後來人家就教我 說你不能聽他用講的 你要把它寫下來 我又去找他 我真的要去下標了 後來人家說 怎麼可能 他講500萬你就相信了 好 我又去找他 我就跟他說 那你可不可以寫下來 就說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契約 你就承諾我 他馬上就說 我們現在已經改了 要1000萬 還好我叫他寫 不然我就說 還1000萬 那我想算了 對不起 人家後來別人標了 現在你知道 他是一個一樓跟地下室的 人家把它切成兩個 聽說賣給兩個人家 都在開餐廳 各賣一億 你看 我不敢 我覺得1000萬太多了 那時候 我想說1000萬 剛剛才講500萬 隔幾天變1000萬 萬一我寫了 寫了也不一定那個 你還在跟他打官司到時候 搞很麻煩 這個真的是要碰運氣 對不對 還有膽子 每次經過的你都很痛苦 還有一種 我跟你講 你如果買不到整棟的話 有一種買持分的法牌 那個賺錢也很恐怖 可是真的是新章藥很厲害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好 看我們節目難免有專業的專家 對不對 像那種買一整棟的那個已經 對他已經沒有意思了 要不然高端一點的 法牌持分 安總 這你就要工夫淨店了 這個持分是現在進行 現在進行式 現在是還是有很多人在買 像我們知道 就是我們有兩個投資客的家族 這10年來他們買這種持分的 大概有兩個家才100多間了 什麼叫投資客家族 就是說他們都 他們全家都在做投資客 因為你一個人像之前的救治的話 你不能一個 一年不能賣超過6間 會變成會被課重稅 所以他分散 家族 對 然後最近有我們一個同行 他們現在都用公司去標 都標持分的 他手上這兩年也標了20件 標持分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房子持分 可能拍賣2分之1 3分之1 甚至4分之1 甚至6分之1都有人標 就當初這個房子 是幾個人共有的 然後其中有一個人 他可能欠人家錢 人家就把他的持分 就拿出來拍 對 問題是你一間房子要怎麼刮 所以說就是沒辦法刮 沒有辦法刮 所以說我們不要 像我現在看板上 這個是代表座 這個 他98年標370幾 等一下 這是無星街 對 1樓的一個案件 然後持分是1分之1 對不對 然後底價是362萬 然後拍到388萬 對 就是1分之1賣到388萬 對 他標1分之1 對 那怎麼去執行呢 然後標完之後 他也有問另外2分之1 要不要優先購買 他就沒有放棄了 放棄之後 這個拍到的人 就開始去法院 做這個所謂的訴訟 申請要分割 房子一般來講 我們很難分割 所以說這弄起來 訴訟起來大概2年 才拿出來拍 2年拿出來拍 你看這拍的價錢多少 2339 對 一半他可以分多少 很暴力 對 就是這樣子 等兩年值得 對啊 所以現在進行市 現在專門在標這種 投資都大概有20組 現在進行市都還在標 可是另外1分之1的人也賺 沒有 因為是 一日他自己加家人的 像這個就是 後來他們又買回去 他2年前沒有花300萬買 他2年後就花1千億 把這一半把它買回去了 所以說現在持分的是 現在是很多人標 所以現在不好標 像我認識一個 就是專門標的是 他們之前我們圖城有一件 那個是兇宅 但他不知道 在這邊跟觀眾朋友大家講 現在法拍婚 現在就是因為強制法 規定了台南擔心媽媽的關係 所以說現在 他會過濾一些有瑕疵的 譬如說兇宅 海燒 輻射屋 或者是重大瑕疵的 這個法案他要告知 但是沒有辦法百分之一百 至少會幫你過濾七八成以上 OK 是這種情況的 因為你有標過嗎 我其實五六年前 因為剛好就是我們家附近 一直有貼一個 什麼法拍的一個物件的一個廣告 然後很心動 然後那個案子就是在永和合體旁邊 view非常好 美玲姐一定知道是哪一棟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忘記到底是二拍還是三拍 我只記得那個價格非常的漂亮 不到七成的一個價格 不到七折的一個價格 所以非常心動 那時候就坐著 要當包租婆的夢想 然後呢 所以就很想去拍 很想去參與 結果呢 我記得大概 那個物件大概是九樓 九樓還是我忘記了 總之它樓上剛好要出租 那一棟也是一個很有名的一個社區 那我就跟美玲姐一樣 反正不點膠不能看物況 那我就想說 剛好他樓上要出租 那我就假裝我要 我是租客 去看一下他的格局怎麼樣 看一下他的採光 結果呢 我就去看了之後 那個要出租的一個屋主 非常熱心招待 來 他就說 那小姐妳要租嗎 那我就順便把話題一轉轉 他說你們樓上好像有法拍 對不對 我看這附近廣告貼好多 結果呢 那個屋主就說 小姐 別想了啦 這種錢要賺輪不到你啦 那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 他說你不知道樓上那一間喔 其實他的裝潢不錯喔 格局也不錯 什麼都不錯 唯一錯的是 他有黑道在照顧 那我就聽懂了啊 對 就說其實那個屋主 我們都不能碰 對 他就說其實屋主 他也是欠黑道錢 所以就算我們飆到之後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住進去 對 比較麻煩 OK 所以其實有時候這個就是說 沒有那個卡通 沒有那個法治 不要吃那個什麼藥 所以你要去跟黑道談 問他說多少搬家費 而且其實法拍屋 就會牽扯到法律的問題對不對 打扮得妖嬌一點去跟大哥 法拍屋是這樣 就講他沒有點膠不點膠 這就是妹妹告訴你 點膠 好啦 你執行他去點膠 就講 你點膠的時候 看到他就跟都庚一樣 都庚 你看 跳腳踏 抽煙的那種 他跟都庚是一樣的 就是有人住在裡面 而且買賣不破租賃 當你找到屋主的時候 他跟你說 我跟原來的屋主 簽了10年的租賃 你這法拍你拍的時候 結果跳出陳咬金 你就變成法律問題 因為買賣不破租賃對不對 你不能趕他走 你這個就是趕不走 我跟屋主簽10年租賃 也簽20年 你要叫我走 所以剛剛才有500變1000對不對 他還沒有跟你說5000對不對 黑道是不讓你碰 所以說藍茂山應該多穿 因為他一定會接觸到黑白道 他跟都庚是一樣的 他是很特殊的產品 你做幾年 藍社長 25年 25年 我們做資訊起家的 你訓練過幾次 他就好好跟他談 像以前十幾年前 有一個叫做50萬彈的人 碰到他就是要給50萬 但是可能賺200萬 300萬 OK 好 問一下這個嘉欣 就是說有些人去進入法拍屋市場 其實都賺零頭 也沒有說像這樣子幾倍幾倍賺 這種就是像藍總 就說你可能要有一點知識 就是說可能 就是說他必須有一些門檻 比如說像持份這種 那像確實是 藍總就知道 就是說那個法拍屋 其實最怕 最怕那個蔡蘭竹 因為有時候蔡蘭竹出價的時候 其實還滿厲害 就是他們往往就會出到 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是一拍或二拍 他有辦法出到比市價還要高 所以其實他們有一些可能就是 要不就是他當初沒有去做 沒有去做好市場調查 大概知道這個區域的一個房價 大概是多少錢 可能他就覺得說 感覺聽起來好像價錢 還覺得還可以 特別是那種總價比較低的案子 他很容易會出到超過 所以一般我們大概都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說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他想要去出法拍的話 大概兩個管道 因為現在實價登錄可以查 你大概就實價登錄查一下那個資料 然後另外來說 你問銀行見價見多少錢 因為其實你之後的話 大家都知道法拍比較麻煩 是說你七天之內 你要那個貸電款要進去 然後我之後才能拿這個房子 去貸款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如果說銀行 他不願意帶你到那個錢的話 你出到一個相對比較高的價錢 其實是沒有用的 所以有人白忙一場 對 有人白忙一場 當然還有一些朋友 他們比如說出法拍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迷信的狀態 比如說他喜歡出尾數六 尾數八 尾數九 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數字 他可能會覺得說 他也許會比較容易投標 確實是我們自己之前有去看法拍的個案的時候 確實有一些個案 他真的就是差個八萬塊 他就得標了 OK 好 所以有時候這個美感很多對不對 我一個好朋友叫顏秉立 他通常都是看多的 連他都看空了 OK 他這兩年都看空 他說 他說 他說七年後會有一個特別的事情 減一年 七年 他說原來是八年 減一年 好像有點有進步 七年後是漲還是跌呢 我們待會兒回來 國營大會 國營大會 好 顏秉立說還要七年 對 顏總其實他這兩年看得真的比較保守 他說房價會在緩跌三年到2018年 而且他重點是他說 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 建議你要買價格下修兩成的土地 而且你要投資有3到4%收益的店面 光是3到4%這個數字 其實我自己心裡頭有點發毛 因為台北市現在找不到3到4% 對 我一個朋友舉個例子 我一個朋友他去年買青樸的店面 好不容易今年終於出租出去了 我算了一下他的租金投報率1%不到 好 所以顏總他的建議是 或者等7年再進場 當價格下修2到3成 才是比較好的一個進場點 這是比利總經理的看法 兩位專家或許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聽馬祖的比較準 OK 好 來 其實 看你最準 你這邊就知道了 因為利率是真的低 所以說你馬上要跌是不容易的 因為法拍有的量 今年是比去年有多 但是沒有多很多 你跟10年前比的還是小物件大物 現在一年大概600億上下 你看93年那時候是2200億 所以說基本上 大家是看不好沒有錯 可是都還撐著 對 因為真的利率太低了 所以不會馬上說跌得很厲害 嘉欣你明年還會在這個行業嗎 應該還會在這個行業 對 因為我現在這麼老了 也沒有辦法再轉行 這是他讓我們這個 讓我們這個 李莉 你也是在業界的人 你看好還看壞 我是覺得房子跟股票一樣 你要看他的線圖 你要永遠抓不到最低點 但是你接近低點就可以 現在才剛開始跌 我是覺得沒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就衝上去了 那就不叫跌了 他可能是一個盤整的格局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 現在接觸到有一些賣方 他如果說真的缺錢的話 就像剛剛藍總提到的 因為現在利率很低 他如果真的轉不過來 因為比如說他可能寬限期 等到真的要本利一起攤的時候 他就轉貸 反正再換另外一家銀行 因為他這幾年 其實他的標的已經價格往上走了 所以他另外一家銀行有願意貸 他就繼續再拖 所以這樣子狀況之下 他就可以再拖一陣子 林市長呢 林總就是最近不想接我電話 因為我們在FB就是說 他唱八年唱 所以然後前陣子剛好就是 在遼寧街的時候 打電話給他 他住哪一棟我都知道 叫他過來 他就聽他 剛好就是第二天被約喊的那個時間 他就說他太空了 我覺得八年不可以亂喊 所以我就覺得說 不然妳看幾年 對 妳就看著我說 乾脆喊18年 鼓手喊咬18年 那不就很好了 不然妳喊一個媽 對 所以我覺得 像沒有能見度 我不敢亂喊 什麼三年 五年 也不算浪化嘛 對不對 但是目前沒有成交量 讓它慢慢盤盤